位置真的很刁鑽 顯然是兩號球兩敗球 這個球還是速球 不過這個球要小心 因為我們看到補手要的是在外角 稀後光滑掉那種感覺 跑到內角偏高去 今天陳志宏也談到 這個死棒 畢竟是這些打者 各個是金 都會很動腦筋的 黑球方面也必須 或許也要反向操作也說不定 起來兩好三壞的滿球數 整球打成一個右翻邊的肥球 離開得相當遠 不過是一個界外 今天好爛耶 這個反向的攻擊 整個力量釋放得漂亮 很完美 很完美 那伊旺 這個在北部的這兩個球場 天母跟新莊呢 優娃也都是比較有點暱風 今天呢在天母棒球場 暱風的那個影響 比較不會那麼大 揮棒落空 最後用一個變化球 三陣了劉柏豪 林允欣 出燈板的一個打擊 是投出了一個三陣 可能用的球數是比較多的 握球的方式 看起來像是一個變速球 一個快速球之後接下來的變速球 效果真的很好 當然我們常講的 那個球的速度要多變 林允欣是有這個條件 接下來輪到第二棒的楊宗賢 所以今天呢 以往的一個到累的成功率 確實也都維持得相當不錯 好球 打者是沒有出發 找到了三陣 這個球的位置要打 也很困難 太刁鑽了 一個內角遍地的地方 其實對一個打者 以左打者來講 要出棒 有難度 小明戈 一跳 整個機會 追到一跳 到一跳 二跳 到一跳 然後 加上大 一跳 一跳 全跳 一跳 所以目前林玉清是 這個展現了蠻高的一個三陣率 但用球數的因此也比較多 哇 球過頭 再來 球的位置邊邊角角 投得還蠻不錯的 這個球確實是要碰到都不容易 對 所以在一好三 壞的情況之下 周王勝連續打的是兩個 比較偏低的壞球 這個球 陳志榮 球球 揮棒落空 哇 就在最後關頭呢 是投出了一個三陣 也結束了這個半局 二局打完之後兩隊的比數 1比1平手